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咱们深刻PHP5.0项目实战的第四节课 打开我们大张 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下前后台模板的搭建 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后台使用的模板 这是模板的地址 我们所使用的后台模板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后台框架 好这是他的地址 我们直接看一下 这里有个再现体验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了一个界面是吧 这个界面就是咱们之后项目所使用的这个后台一个框架 这里它是一个信息统计 基本上包含了咱们后台所有的使用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切换颜色你看 如果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可以进行切换 然后这里 是资讯管理 咱们换一个 咱们后台用绿色吧 资讯管理 你看 是吧资讯管理列表这里有添加资讯 是吧 你看 咱们常用的资讯的东西都有 你看这个是副文本是吧 北斗的副文本 你还有商场图片 是吧 商场视频 基本上都包含了 你看图片管理 以及咱们产品管理是吧 你看这个是品牌管理 咱们做商场肯定需要品牌管理是吧 还分类管理 你看 二级分类三级分类是吧 还有咱们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 还有咱们评论管理以及咱们后员管理是吧 还有咱们的管理员管理 就是咱们的圈圈管理 是吧 基本上它包含了咱们后台说经常使用一些功能 连折线图 各种图表 还有咱们系统管理 基本上已经包含了 是吧 所以咱们如果用它这个 能省去很多的这种 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 前端的这个操作是吧 前端的编写 代码的编写 如果是说 有些偏取比程序员他对这个前端的代码写得不好 那么这个就算解救了你 好这是咱们的前台的 咱们下载一下 最新版的是2.4 开始下载 是吧 好咱们在那先下载 咱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核心是吧 你可以研究一下它核心这些 比如说它空架想因此不绝 还有些基础排板 还表单 表单系统 都可以看一下 组件 它提供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它是免费开源的 它这个后台是免费开源的 这他一些案例是吧 好咱们不用去管它啊 然后 第二个咱们要看前台是吧 后台咱们已经有了 是吧咱们后台就是这个 前台 前台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卖 北斗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是吧 咱们要把它全部拿下来啊 怎么拿 如果平时你去写代码 写什么 是不是那个 CURL 是吧去抓取 咱们现在有个工具啊 很方便的工具 不需要你去 写代码啊 只是一个口试化的 这个工具下载地址 我一把上传到这个北斗云了 看一下啊 你看就这个 叫反反战小工具啊 非常好用 好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我们就把它扒下来 找到这里有个反战小工具 是吧 星空王子 首先我们要扒什么 是不是把他首页给拿下来 是吧 首页拷贝一下地址 天下王子 是吧 这里默认是银带克斯 然后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他的这个 分类一面是吧 分类一面拿过来 全部加在完成啊 好分类一面 分类一面叫什么呢 叫这个列表页是吧 分类一面有了以后 还有什么详情页是吧 拿过来详情页的话 详情吗 先中文吧 是吧 还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 立即购买 购买一面是吧 拿过来 拿过来 再继续啊 购买 购买一面有了以后提交订单 这里是 我再填一下啊 你随便输入一个 咱们后台一下好了是吧 好 然后 直接提到订单 支付业面是吧 支付业面也需要啊 你看后期咱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微信支付 还有支付宝支付是吧 连DG支付 这个就不需要了是吧 好 这是咱们的这个前前面一面是吧 是不是还有一个个人中心啊 你看个人中心这里是吧 这些这些全部拿下来啊 这里是 个人中心是吧 个人中心 好 然后 这是你 第一页就是这个我的订单是吧 然后第二个 偷款 这些在这里拿下来啊 偷款 偷货 然后申诉 评价 评价 请家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收藏是吧 过来 店铺 收藏的店铺 都拿过来啊 然后 这个 优惠券 这个什么 我可以把它一模一样的全部拿下来啊 这工具还是非常给力的 你看 你看 帐户设置 帐户设置就不需要啊 好 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选择保存的地址保存到我们的 c排下面有一个外部目录是吧 找到tp5 再打目录点下面的tp5 下面新建一个 mine 是吧 这样一个文件 好 开始下载 没了吧 购物在需不需要看一下啊 这购物车也需要啊 以后这个可以啊 你可以以后再扒啊 咱们先以这些吧 开始下载 这样他就在下载了 下载后咱们不用管他去看一下 刚才咱们下载的这个后台 打开 把解压到 更换目录 咱们c盘下面的根目录是吧 我能根目录 tp5是吧 直接解压确定 下载还是非常快的啊 这个反正小工具 他可以把这个页面 不仅仅是页面啊 还有图片 还有这个css js都扒下来 而且他会给你 分配好你的路径啊 所以是非常给力的 你这样不用去一点点去改自己的路径啊 看还有多少 好打开目录 你看 他现在已经把我想要的所有的页面全部给我下载好了 比如说首页 大家注意啊 我把全关了 把这个也关了啊 我打开这个首页 这是我刚刚帮下来的是吧 紧急右键 打开 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神奇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大家发现 我现在已经把北斗的首页完全完全的给拿下来了 是吧 你看 包括 右边的这个 是吧 你看 完全全拿下来了 我可以做一个百分之百一模一样的啊 再看其他页面啊 咱们那品牌就没有啊 这是个人中心是吧 登录 我们去看这个啊 找到 咱们这个 列表页 看一下 你看 列表页是不是也拿下来了 啊 刚才我们所有的页面基本上全部拿下来了啊 你看 跟中心看一下 嗯 还有登录是吧 这些不用管了啊 找到 还有详情页是吧 看一下啊 基本上你能一模一样的把这个文章全部给缝下来啊 还有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你看 你看 对吧 连这个放大镜都不用咱们去写了 是吧 好 这是咱们的首页的啊 就前台的前台页面的 使用这个缝单小工具去扒啊 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个的话我已经给大家 给大家升级到北都了啊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就下载地址啊 然后 咱们前台 咱们看一下后台啊 看一下后台 后台台在 这里啊 随便看个页面吗 比如说这个 你看 对不对 找到一个 引戴克斯页面啊 它包含了所有的页面 引戴克斯引戴克斯在 嗯 这里是吧 你看 这就是首页 你看我可以切换颜色 这样的话我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后台啊 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留个作业啊 什么作业 比如说 我一访问 tp5 引戴克斯 是吧 我一访问那个地址 他默认就把这个 给我打开 啊 比如说你把这个静态资源 这静态资源放在哪里了 放在 他所有的css 跟这个 图片全部放在public里面啊 这个有个style 这下面放这个css gs跟 图片啊 然后当我点击这个 从文章域名的时候 就展示这个阴面啊 帮我把这个阴面展示出来 一旦我访问这个后台 比如说 adme 是吧 他就把这个 给我展示出来 啊 这个作业呢 大家下去完成一下啊 我就不在课程上给大家去 一点点去弄这个了啊 因为这个挺耗时间的啊 耽误大家时间 大家下去的时候提前把这个完成 咱们从下节课开始正式写代码啊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在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